果冻可以说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零食之一了 它颜值颇高,色彩斑斓,而且口感软滑,触感Q弹 不仅好吃,还非常好玩 这部,几个老外就脑洞大开,居然想起了制作果冻泳池 原来他们是看到别人做了一个水宝宝泳池 于是就迸发出做一个果冻泳池的想法 不得不说,老外还真是敢想 我们平时最多也就想做个果冻来解解馋 没想到人家直接用果冻来泡澡 说干就干,老外先是拿出一小袋的果冻粉 倒入小铁锅中不停地加热搅拌 经过一段时间后,果冻就慢慢地从粉状变成了液体状 最后形成了固体果冻 随后,老外拿出六个不同颜色的大铁桶 接着往铁桶里倒入大量的果冻粉 然后用木棍不停地搅拌 目测老外大约制作了五吨的果冻 最后通过连接管道将铁桶中的果冻引入泳池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却 果冻泳池就大功告成了 看到美丽Q弹的果冻泳池 老外的儿子忍不住了 赶紧跳了进去 儿子掉进去的瞬间 表情说明一切 从果冻池出来 他的表情更是生无可恋 不过适应果冻泳池后 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 网友们 你们对这个果冻泳池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本期的一圈科技到这里结束了 发展开关! 明天大师